备受歪劫关注的广东陆丰乌坎村 在经历了13日的大规模紧密冲突后 目前已逐渐恢复了平静 当地一名村民9月15日告诉本台 目前流亡美国的乌坎村原副村主任庄烈红 15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知道了有好几个人 包括我爸爸都收到了这个拘留通知书 他这个拘留的名义是什么呢 拘重捣乱公共场所秩序 还有妨碍交通罪 拘留是行政拘留呢 还是刑事拘留呢 刑事拘留 就您所知道的大概有几个人 现在已经收到了拘留通知书 我所知道的 现在有三四个 估计有十来个人都会收到这个通知书 而在表面的平静之下 乌坎村内戒备森严 记者无法自由采访 香港《苹果日报》15日的报道说 三名明报及《拿花早报》记者 14日夜晚于乌坎村探访期间 被数十名公安入屋粗暴拉走 期间遭拳打掌锅 后被带到入封公安局问话 及签下保证书 保证不再违规到陆丰采访 三人被扣留至15日凌晨2030分 压返深圳后始获释 另据当地村民传出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 有网络传媒表示 在乌坎事件发生后 他们作为广东第一个 为事件发表过信息和评论的平台 导致论坛被封 直到现在还无法开通 对于乌坎的事 他们也很无奈 庄烈红告诉本台 因涉流记者 有一家父子三人都遭到了警方的抓捕 昨天一个记者被抓了 然后有一家收纳他的那一家人 他一家伤口 三父子都被抓了 现在的情形就是恐慌 无奈 还有愤怒 现在地面村里的信息 基本上是很难发得出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